我们新年新希望呢 最希望的就是 赚大字 没有错 老师那有什么字呢 可以代表2023年兔年的字呢 因为太想去泰国了 这边有很多的小金蛋 都是投资朋友的问题 请接招 这个是 这可能是我的强项了 从20块 涨到600块 涨几倍 涨30倍 欢迎收看点鼓曾经新春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新的一年先祝大家 红兔大展 除旧不新 赢好运 兔年好运到 我们欢迎江国中老师 老师好 Coco好 大家好 老师先跟大家拜个年 好新的一年祝大家 这个钱吐四季 羊眉吐气 合家平安 顺心 赚大钱哦 耶太好了 赚大钱 老师 我们新年新希望呢 最希望的就是 赚大钱 没有错 老师我在虎年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希望能够赚大钱 信心满满对不对 对信心满满 人家都说什么 虎虎撑风 结果呢 变成虎虎漏风了 对老师这次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虎年 其实蛮简单就是两年的多头结束 你看哦 从8523涨到18619涨到1万点 对 它回档到12629大概回档6000点 其实是符合什么 黄金切割率的0.618 所以其实是涨两年多头的正常回档 我认为不是空头 属于正常的多空循环 我认为空头结束之后 多头自然而然就来了哦 对啊 老师 那这样2022年有什么字可以代表这个2022年的坏字呢 好的 除旧不新 我用一个字来充分的形容 好 好 好 OK 我们就正式除旧不新了哦 真的哦 需要了哦 把他留在2022年啊 对 再也不要看到这个字了哦 谢谢这个字拜拜 好 老师那有什么字呢 可以代表2023年兔年的字呢 好了 就要给各位稍个好消息了哦 我们先来写这个字哦 好 好 完成 哎 老师这是泰耶 哦 完成了哦 这个泰 你知道为什么我写泰吗 因为泰 太想去泰国了 太想去泰国了 OK 其实这个泰字哦 也是我们《易经》里面就是 这个64卦里面的第11卦就是泰 身体康泰啦 国泰明安啦 处之泰兰啦 穩如泰山的寓意哦 所以认为这个今年来形容这个字 会非常非常的顺利哦 哇 太棒了 这个泰字呢 送给大家2023在这个兔年一整年 都可以安然无恙哦 做股票都可以非常顺利 那老师 大家呢 在新的一年开始呢 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老师 而且呢 我掐子已算 老师你在股海的经验 大概跟我年纪一样吧 这样就透露了我的年龄了 反正就是很长很久很有经验就对了 是 所以呢 一定不怕投资朋友来问您问题对吧 对 这边有很多的小金蛋 都是投资朋友的问题 请接招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呢 来 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哎呦 未来行情涨到哪了 粉丝问 我想这个是大家都想要知道的 到底会涨到什么地方呢 其实从去年的基数面 我们讲说从18619 跌到12629 它如果反弹个0.618 符合这个黄金切割率的话 大概可以推估到 1万6400点左右 那年限是在这个15700点 所以投资朋友我认为 因为我们刚刚讲就是说这个去年的跌幅嘛 跌幅是前年的涨幅的0.618 那目前的弹幅也可能是去年跌幅的0.618 所以我认为在FED的通膨已经减压 然后FED的目前的这个升息的这个频率 开始会逐步的降低 幅度也开始稳住之后呢 目前整个通膨可以缓步的逐步下降的情况之下 而且是明年3月之前财报空窗期 这个行情在年后涨到1万6000点左右 我认为那个机会是蛮大的 是没有问题的 no problem的啦 那直接再帮我抽第二题 好 第二个 好 这个是 哎哟 哦 这个 这个可能是我的强项了 哪些产业可以翻倍赚 哪些产业到底可以翻倍来这个往上赚 好 太慰问了 对对对 好 台湾股市现在有2000多档股票 是 产业上中下有很多很多 大家在选股里面会有一个蛮大的一个 这个困难度 所以尽量把帮大家把那个长期的趋势把它抓出来 我们看到过年前有个讯息嘛 这个玉龙汽车有没有 突然接着急掌似乎市场在那边讨论说 他是不是要挑有机会挑战这个特斯拉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说从生活中 你看到一些生活的变化啦 产业的趋势还蛮明显的 就是说在电动车的这部分 车用的半桃底的部分 我认为受惠这个族群这个未来的市占率 会逐步的往上之后增加 那特别是这个车用的功率半导体的部分 我认为会受惠到这个族群 非常大的一个成长 所以在车用半导体的这个部分呢 可以特别的多加留意 这是第一个选项 那第二个就是IC载板 我记得在前年 在多头的时候 那个蓝店啊 从20块涨到600块 涨几倍 涨30倍 涨到30倍 你看一个大多头 紧趋的循环座多头 它可以让它足足涨30倍 然后从高档回档 也是从600块得到200块钱左右 可是你要去记住一件事情 我们台积电不是到美国去设厂的吗 然后未来的这个制程 会进阶到3奈米跟2奈米 所以在台积电的这个半导体 制程的先进 往先进的这个地方走的时候呢 它在3D的封装测试里面 它利用2.5D或3D的这个平台 它要需要更多更大面积的 ABF的载板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既定的成长 的这个趋势没有改变 而且你看股价叠下来之后呢 不只是高成长 然后本益比也变低了 还有未来还有这个 殖利率高的一个题材 所以认为长线这个ABF载板 虽然前年涨很多 涨了30倍 去年跌很惨 可是多空循环过后 我认为新的一年 也可以往这个地方来做留意 这是第二个ABF载板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受惠了苹果 苹果是我们不是那个 USB的高速传输吗 苹果它要把过去的街头改成 也是跟这个Android系统差不多嘛 一样的USB 好了 现在是欧盟有制定这个新规格 准备往这个方向前进 连市场很大的中国大陆有没有 也开始在讨论要修正它的这个政策 跟法案了 所以认为在USB的这个部分 高速传输的部分也可以特别特别的去留意了 所以就是这三大主群 我认为是目前既定的发展的方向 高层的方向是很确定的 高速传输ABF载板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电动车族群了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产业前提内容呢 记得也可以加入老师的LINE 8 老师帮我再抽第三题 第三个是终极了吗 终极了 好 时间的关系 真的只能问三个问题 哦 这个就很厉害了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 对就是标股在哪里 是的 哪些个股三个月内可以布局的 其实这些股票 我就是把我刚刚讲的三个族群 包含了测用半导体 IC 载板 跟高速传输把它做个融合 做个简单的结论 其中有一个月档股票 有独家的讯息 特别在新春特别节目 跟各位做分享 好 车用半导体的部分呢 我们传统知道是 蓬城啊 德威等等 都还有这个汉磊 都是满工 这个 获利都很很稳定 高成长 然后呢 低本一笔的族群 那其中有一个是 它过去没有在车用半导体里面 涉足很深 但是我们从新竹客户园区 得到的讯息是 2481的强茂 就是说它过去 没有做车用半导体的部分 那目前经过去年的 这个产业的转换的时候呢 它开始往这个方向做布局 设备也弄好了 连订单都先谈好了 所以我们认为在今年的第二季以后 那2481强茂 它的成长性是会非常非常之高 这是一个车用半导体的部分 那ABF载板 其实你没有选项 只有三档股票 星星 蓝电跟景硕 那我因为对蓝电是情有独钟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30倍的过去的涨幅 实在是很吸引人 所以我认为有时候 你其实可以把这个资金 集中一点点去长期 去关注某一档股票 其实就OK的 所以我认为 8046的蓝电 我认为会在 会是我ABF载板里面的首选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高速传输 你喜欢做低价的唯一的选项 没有其他的就是创围的6104 你看到它也是从去年 前年我记得是从50块钱飙到300块 这个多头结束空头修正回档的时候 它从330跌到75块左右 其实也是跌幅很深 也就是说它的历史低档区 就落在50帧75之间 所以我认为今年 如果还有机会落到这个区间的话 它一定是 这个胜率很高的一个 可以长期投资的价位 这是创围 创围是属于低价 那高价的部分 唯一的选项也只有一个 普瑞了 所以我在高速传输里面 我只锁定两档股票 一个是创围 一个是普瑞 给贵州参考 是的 大家有没有记起来了 老师真的是产业先知 所以这些资讯都非常重要 一定要赶快记下来 那碍于时间的关系 只能帮投资朋友回答 这三个问题 那如果你有害羞 不敢问的呢 记得可以加入 老师的line at 私讯老师留言 来询问老师 还有一个小秘密 今天要大放送 是老师您的终极技术教学 是是 就是说我长期在我们节目 跟各位分享过的 MACD的战法 那新春期间呢 我会在我们的粉丝团 做一个统和 说假设你对MACD完全不了解 我可以用这个MACD的战法 给各位有浅路深 慢慢的跟各位引导 把这个学起来 我认为对你未来多头 跟空头的循环 可以几乎 不要说百分之百 能够抓到90% 我认为对你的帮助 就很大很大了 老师这个实在是太棒了 这个胜率呢 百分之90% 他在投资市场操作的话 真的是不得了了耶 可是大家就想要问啊 到底要怎么样 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呢 就是 加入老师的LINE AT 帐号在这边 小老鼠WIN 58899 小老鼠WIN 58899 你就可以得到老师的 MACD的终极大战法教学 最后祝大家新的一年开始 祝好运接二连三 心情四季如春 生活要五颜六色哦 七彩缤分 偶尔发点小财 烦恼泡到九霄云外 请接受我们 十心十意的祝福 祝复年新春快乐 I love you too 1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